机车停等红灯下面后方白色轿车横冲直撞滴滴弄 把骑士当场撞喷在地上翻滚 驾驶下来后却又跳上车油门一踩继续保重 碰一声猛力撞进店家 只辆车弹起一百八十度甩尾冒出阵阵浓烟 只见民众见到轿车迎面冲来 吓得往路边狂逃 但车辆回力标示旋转一圈 不止店家招牌被撞烂 车子成了废铁 连消防栓都被撞断 红粉水地面金箭涌圈 肇事驾驶却逃一无踪 原来不久前早有猫腻 弟弟啦 谁弟弟 他刚刚叫我换过来 换过来什么意思 他叫我换过来 他开的 鱼无伦次瞎扯弟弟开的车 远警裁救支援 他就立刻趁机抛上车 狂吹油门 二度撞车 究竟为何心虚 警方已经掌握身份权力追其中 不过离谱驾驶还有他 他加速他往本锁前面走了 三峡市区跑给警察追 远警不屈不挠狂追四公里 想不到嫌犯还是吐驼 这辆脏车隔了一个月又出现 警方直接拦截微步 趁红灯挡住他去路 想不到嚣张驾驶 直接冲撞针拍机车 把警用机车念过后 一路狂逃 接着汽车徒步离开 女友还骑车接应他到租储 穿条内裤被窝里呼呼大睡 仔细看原来他是自称 新北陈贵熙的二十九岁 突兴独虫 身被两条通还向北上找女友炫富 竟在网路上洋装要买车 把卖家BMW骗出来后 直接开走 被警方锁定一路撞撞撞 躲进女友家 仍被盛唐攻坚查出毒品 遭逮捕归案收押 新北陈贵熙 这下成了 老李敦贵熙 记者中程良 黄玉兰 SG小组新北视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十八年的气象主播位子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